很多人都問我們 為什麼一直吃都不會胖 以後會不會有一些活動 是可以跟觀眾 就是碰面 Face to face的 那你一開始當YT的時候 花了多少錢 那我們是怎麼理財的呢 那時候要結婚為什麼 那我們先來準備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半熟麵包 這是台灣殘養隊的 芝麻口味的 還有文旦口味的 我們先來問第一題 請問你的年紀 新作寫習 28歲 水瓶座O型 那你之前的工作 還有現在的工作是什麼呢 現在的工作全職拍影片 之前的工作呢 很厲害很多 麥當勞啊 飲料店 還有麥當勞的那個設備廠商 就是修這種東西的 我都做過 那什麼契機讓你拍影片呢 想說很好賺 反正都要出去玩 然後那時候剛好正流行 網美景點 所以呢 我們想說都要去玩了 然後又要去網美景點 那不如拍出來 那你都是利用什麼時間拍片呢 我之前是那個 早上8點 然後到下午5點 晚上還要再去拍片 然後還要再剪片 但是你那時候沒有那麼勤勞吧 對啊 就是可能 一個禮拜 兩 一隻或兩隻而已 就是看心情發片的 對 因為那時候也都是自己想企劃 暫停 現在呢我們要來喝有心事業的熬米粥了 它叫做 只有熬米粥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就是熬米粥 不過我看一下他們的介紹啊 這個就是把米的所有的精華萃取出來 就有點像是 基金跟低基金的分別 低基金是更萃取的東西 那它這個就是米 然後都是用國產的米自己萃取的 它可以冰冰喝也可以常溫喝 它倒出來就是長這樣子耶 有一點點米的形狀感覺啦 但是其實呢 它是已經沒有顆粒了喔 有沒有一個常在心中 一直不敢講的秘密呢 就是很擔心自己以後的工作 會不會沒有工作 或者是沒有錢之類的 我這個人看起來很樂觀 但其實我是蠻在意的 很害怕 你這個熬米粥喝起來如何 像是我們喝小米粥不加糖 但是它沒有那種顆粒的感覺 然後它另外呢 還有分這種花生口味的 花生熬米粥 跟一個芝麻口味的 那它其實也可以常溫喝 加熱喝 或者是拿去冰喝 像喝花生口味的熬米粥 它也是用國產的花生 我們今天介紹的東西 全部都是國產的小農 只是紫國產 我這好好喝喔 它這個的濃稠度比 原本口味的還要再濃稠一點 就是你喝下去的時候 因為它多了花生的味道 對 好香喔 很像那種花生冰淇淋的味道耶 不是因為它是業配還是什麼的 雖然這個是廠商沒錯 但是真的是還蠻好喝的 我自己會喜歡 請問你人生到現在有什麼遺憾嗎 後悔為什麼我在大學的時候 沒有去拍影片 因為我們大學的時候看那些 年紀的YouTuber跟創作者 現在都不知道賺去哪了 我以為你會說那個耶 你要當電競選手耶 因為現在流行的電競選手啊 大概都是15歲就開始去訓練了 那我當時15歲的時候 根本還沒有什麼電競戰隊 或者是這種產業出現啊 簡單來說就是 我如果再玩10年就有可能 阿寬他有說過什麼遊戲按一按 然後頭腦都已經想到 但是手還沒跟上 我覺得超好笑的 我想按閃現 結果還沒按出來 我就欸我巔峰時期 我頭腦還沒想到 我手已經按了 好了這不是重點 現在換我了換我了 我現在的麵包已經好了 把它拿出來 這有芝麻還有文旦口味 另外呢我想要加我這個芝麻醬啊 這個芝麻醬呢也是 百分之百純芝麻醬喔 它是農會做的 好你可以開始問我問題啦 好請問你的星座生日血型跟住在哪裡 我的星座呢是摩羯A型 然後我住在台中 還有什麼沒回答 生日 1月6號 第二個呢是 為什麼放棄上班族的工作 然後來拍片 喔這個有點說來話長耶 我先贈你一下 為什麼你在說話的同時 你手不能動作 我就是一個完全無法一行二用的人耶 好困擾喔 然後你現在手在動作 你就沒辦法回答問題 嘿嘿嘿嘿 另外呢我們原本是預計 3月15號我們要去澳洲嘛對不對 但是呢沒想到要去澳洲的時候 發現疫情開始嚴重起來了 你的動作 發現疫情開始嚴重起來了 所以呢我們就不能去 我又回去我原本的公司 然後又繼續待滿一年 過了一年我怎麼還在這裡呢 所以我想說不然呢 我就給自己一個挑戰看看 挑戰失敗的話 那我就再回去職場也沒差 那你現在有成功嗎 我覺得還 算得還不錯吧 哈哈哈 那你以前做過什麼工作 你簡單舉例三個 你印象最深刻的 三個喔 三個會不會太少 我已經算好我幾個了 因為瑞瑞有問一題 然後我說六一到底做過幾份工作 我做了十二份工作 哈哈哈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就是麥當勞啊 然後星巴克 然後還有我上一個工作就是電商 電商的公關 那我現在呢我要先來吃這個了 就是我的伴手麵包它非常的燙 很多人都問我們為什麼一直吃 都不會胖 你覺得你自己 拍影片下來有什麼後遺症 我的後遺症好像還好 但是阿寬的好像蠻嚴重的 哈哈哈 阿寬就是關於體重的部分嘛 下一題呢就是 以後會不會有一些活動是可以跟觀眾 就是碰面 Face to face的 我們有想過應該會半個市集 不一定會賣什麼 鎖定也不會賣什麼 就是 單純在那裡跟大家見個面之類的 當集項目就對了 之類的吧 或是就是妨礙我們自己的一些小東西啊 所以有在計畫中 嗯 人在計畫中 好那其實呢我們觀眾問了很多問題 我有把它分為 快問快答系列 跟殘酷二選一的系列 那那個部分呢我們在下一段繼續問 你可以先吃一下你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紋蛋口味的啊 這樣子一撥下來 它的紋蛋味真的非常的濃郁 它是因為它上面真的香了很多紋蛋耶 對就是一顆一顆的顆粒 對啊 它是屬於那種酸甜酸甜的 生V生V 那它芝麻的話就是很百搭 加上我上面很濃郁的那個芝麻醬 它的芝麻醬不是屬於甜的喔 可是像我們有些抹火醬啊 芝麻都是很死甜的 然後會覺得好渴好渴那種感覺 它是屬於很濃郁的 總之呢它的這個芝麻也有顆粒的 所以吃起來是很香的 那它的Q勁呢非常非常的油 所以呢大家不用怕說它看起來會軟軟或是爛爛的 我就覺得它的伴手麵喔真的好吃 這是我們在冰箱裡面找到的酸辣湯 六億的最愛 全聯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耶 我們之前拍完之後 我還有再回購大概三次左右吧 真的太好吃了啦 嘿 那為什麼要來準備酸辣湯 因為呢我今天要來準備的是酸辣湯麵 其實我之前去吃八方圓局 我最喜歡甜湯的就是酸辣湯麵 所以我今天要在家裡自己煮 那這個酸辣湯就是我之前喝過我覺得很好喝 那我今天來搭配這個 海東農會的紅梨麵 這個紅梨麵是低溫長時間熟成乾燥的喔 可以看我要吃多少我就下多少 它其實有教你說要怎麼煮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而且它這裡有說 你可以另外煮一鍋高湯 就是像我們是選酸辣湯嘛 你可能喜歡雞湯還什麼湯 你就自己煮高湯 然後加這個麵就可以了 然後你也可以加這個芝麻醬 芝麻醬然後再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會讓它變成一個涼麵 它裡面的成分只有麵粉 紅梨細粉還有鹽 所以它沒有其他的添加物 紅梨人家要稱叫做紅寶石 因為它是營養成分非常高的一個鼓勵 好那在等同時呢 我們來玩快樂快打吧 哈哈 好啊有點緊張耶 來第一題 最喜歡的品牌 其實我沒有喜歡這種品牌 欸官方耶 真的啊就是我們很像比較少買牌子啊 八方雲集就是一個品牌啊 喔八方雲集這樣算喔 喔還有五十蘭 最喜歡吃的東西 最喜歡吃的東西真的非常多 像這個酸辣湯 然後還有麵食湯類 火鍋 然後還有牛肉 牛肉麵 然後還有 還有好多 橙橙蛋糕 芋頭蛋糕 芋泥蛋糕 哈哈哈哈 很多耶 夢想是什麼 財富自由 然後想要幹嘛就幹嘛 應該很多人都這樣吧 沒有拍片的時候都在幹嘛 沒拍片的話就開始找資料 看一下說我們之後要拍什麼 好辛苦的人生喔 對啊 是有點嫌不太下來 那如果嫌下來了話呢 我可能就是會跟家人相處 我會一直陪我姿姿 還有我哥啊 我家人一起玩switch 那你現在呢 馬上把你腦袋裡面想到的帥哥的名字念出來 我去想 哈哈哈哈 我還有我爸 我哥 OK 反應很快耶 反正呢我們現在也是在等他滾嘛 別滾我們就別來問其他問題 我順便幫你繳開 現在以及未來的剪輯軟體 相機等設備 我的相機呢是三年前的相機是Canada M6 剪輯軟體就是Mac的內建 Final Cam 但我目前呢很想要換相機 把畫質升上4K 希望大家會期待一下 因為我覺得自己那個畫質有點不太能接受 那你一開始當YT的時候花了多少錢 一開始就買相機的錢啊 這台才兩萬多 我分期分完就沒了 一直用一直用到現在 頂多花一台那個相機跟電腦而已 你會想給想要當YouTuber的人什麼建議呢 其實不管你要做什麼事情啊 我覺得你想要做的話 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就去做 因為到時候你如果剛好 像我說那個前面電競選手有沒有 年紀過了你就真的回不去了 酸辣糖也快好了 好 麵筋沒有嚼差不多了 要你吃了啦 那你在吃的同時我繼續問 因為我們的問題真的有點多 那很多觀眾都想知道啊 你去年想要去澳洲嘛 那請問今年疫情結束之後 你還會再去嗎 疫情結束我們可能會去玩啦 但是如果去那裡打工度假的話 應該就不會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年紀很像也差不多了 30歲之後還有自己的一些規劃 所以就是沒有了 那阿寬跟六一都是大雅人嗎 這個我幫你回答就好了啦 六一的話是正宗的大雅人 徒勝徒長人 阿我的話呢是彰化人 但是我們因為要拍片很關心 所以我都會從彰化騎車到大雅 台中有最愛的意大利麵餐廳或者是定食嗎 我很喜歡吃的店家是混 然後不然就是宅 不然就是熱秋 這三家都是燒夠大碗 然後味道都還蠻好吃的 定食的話 我就沒什麼影響 定食吧 還好 我可以告訴你火鍋 火鍋我很多 六一呢為什麼這麼瘦 欸這超多觀眾問的耶 都說 怎麼一直吃但是都吃不胖 我一開始想說我應該也是這樣子吧 結果沒想到 可能是因為我前10年我打工 我都是做服務業 然後都是一直站著 沒想到我做了一下辦公室之後 哇 所以體重開始一直生長 大概長了兩三公斤 我就嚇到了 所以呢 從此之後我就開始使用168斷食法 我只吃8個小時 然後16個小時是盡量空腹 然後盡量不吃白飯 跟我相反耶 我知道啊 你有哪些餐廳或者是地方啊 很想去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去的 地方的話就是像澳洲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吃到飽的餐廳 我們也蒐集了好多好多 但是下一道沒有辦法去吃 因為不能內用 對啊 然後還有很多鄉鎮美食 就像我們之前很拿手的那些 鄉鎮也都不能去了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留到下一趴 這個麵的話呢 因為我剛才是自己煮的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Q喔 因為通常這種扁扁的麵啊 我就是很害怕 它會像那種陽春麵 爛爛的 就是爛爛 整個這樣子 但是它是一條一條 都非常分明 它跟那個酸辣湯 完全融合在一起 它的麵條 每一根都吸附到它的酸辣湯 重點是它的麵的成分很單純 對 我有負擔 支持小農 國產農產品 正所謂 紅豆生南果 春來發幾支 現在要來吃紅豆的產品了 這個紅豆的產品呢 都是屏東跟高雄首選的 那我們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蜜紅豆 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呢 我決定要來加小美冰淇淋 感覺就很好吃 小美冰淇淋真的很厲害 那接下來我要來問你問題囉 可以可以 請問 嗯 阿寬是從小就辣沒帥嗎 喔 沒錯 哈哈 這先鑒品問的 為什麼都在姐姐的蛋糕店呢 因為這也漂亮啊 好拍啊 還有啦 因為 禮爸姨姐姐的蛋糕店 都是宮修的狀況 所以每次來這裡呢 就是我們兩個人 然後也不會打擾到姐姐 沒錯 這是屏東縣農會的紅豆 它包裝很像八寶洲耶 這是紅豆湯 大家有喜歡看過 我幫六一煮紅豆湯的影片嗎 喔有耶 欸 如果我知道我那種產品 我就買來直接倒進去 假裝是我煮的就好了 欸 真的耶 你看它的紅豆超爆的 很大顆 整個都是紅豆 而且紅豆很鬆 又很好吃 我會喜歡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半糖左右 我自己的感官來說的話是半糖 請問哪時候會有Podcast 我超級愛聽你的神秘學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啦 有上留言 有啊 以為大家要把我當白痴耶 我就覺得我的想法很多 都是這個世界沒辦法容許的 所以我就有時候講到我的Podcast裡面 沒想到有人喜歡耶 對啊 但是每次我要約阿寬錄的時候 我就說 我已經有新的主題了 我已經最近又想了很多 你確定 就是那個靈感又來了 好 可以錄可以錄 那這樣太好了耶 好接下來你要看什麼 這個是紅豆粥 100%使用屏東的履歷紅豆 有認證過的 然後我們剛吃的那個 熬米粥 它也是用100%履歷米去做的 它這裡有寫它的成分 你可以唸給大家聽 雜糖跟一些台灣梨啊 小米糯米 它有藝人 我怎麼沒吃到藝人 有啊 白白的啊 欸 這很好吃耶 我記得它這個甜是小米發出來的甜耶 一三還比一三高 再來喔 請問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班隊啊 那我們是怎麼理財的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提高自己的收入 省錢不用想 我們想的是增加收入 假設如果你一個月賺了3000塊 但你省了2000 喔 你覺得你好會省喔 但是你真正存下來只有1000 那今天如果你學會了賺到1萬塊 你省了3000 你還有7000啊 這就是增加收入比省錢還要重要的原因 反正就是開源節流 阿潘覺得開源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欸 你趕快開這個啦 這個 就是冰淇淋喔 對啊 它真的是高雄的首選 它是來自於大寮農會的 產銷履歷紅豆製作 這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它是蜜紅豆 更大顆耶 它每個都煮得很熟很爛 它的成分是水砂糖 有必要這樣嗎 夾到冰淇淋上面 這樣子嗎 就會 什麼意思 就是我好買啊 它煮好一道菜都會說 DOREN MISO 紅豆香炒冰 好吃嗎 好吃 欸 阿剛才不是說這個冰淇淋是要給我吃嗎 你可以再洗一口 我會買兩個 最後一題就是呢 除了吃播之外 以後還會拍什麼內容呢 八月底會有一個房子的系列 就是有新的房子可以開箱 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 寵物系列 居家系列 最後呢還有一個開箱 車子的系列 關於毛小孩的部分呢 我們有三隻狗一隻貓 所以呢狗和貓都可以滿足喔 沒錯 車子的話目前呢 有在跟人家談嘛 因為我自己對車子很有興趣 那我在想 我要怎麼用影片這件事情來讓它讓我拍 那目前接下鐘希望可以 反正就是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企劃 就不會一直專注在吃的上面 對 大家一直看我們吃 我們也覺得很怕大家會膩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吃下午茶囉 雙魚 我們最後來點心的部分 要來吃的是 芝麻巧果 然後還有這個 紅梨堅果糙米霸 還有這個紅梨堅果霸 這種是隨身攜帶的 對 小小的 一口仔 另一個就是 硬生生的成了大概 兩倍吧 對差不多 那妳先吃 繼續最後的問題 OK 我幫妳準備的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殘酷的二選一 好來吧 真奶先炒奶 真奶 行男或宅男 為什麼 行男的話看到就覺得還蠻開心的啊 宅男的話要相處才會開心 愛情生活 生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妳有好好的生活 妳才會遇到好的愛情 再延遲機會妳有想要創業 還是繼續穩定的工作 創業 我剛才不是有說過 我做過大概十分到十二分的工作嗎 但是 每一份呢 我都是有做到一個差不多的職位 我到一個觀點階級 我才會換下一個 那時候我覺得我已經學會那個部分之後 我就會沒有辦法再繼續 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妳就學到了 就沒用了 不是沒用 就是喔我學到了 好那我就要去換別的地方 我要去學其他企業的東西 會不會很多老闆討厭這種問題 我覺得應該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用我 十倍的力氣去學一樣東西 我是變成工作狂模式 妳想要一個很有錢 然後但是他不帥 或者是他很帥 他沒有錢 他當然是很有錢啊 那他不帥啊 沒關係啊 如果他很帥 但是他沒有錢 那代表說他可能是把他的錢 拿去用到帥上面 喔妳覺得帥這個地方 是可以用錢改造的 第一個吃完妳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他這個紅藜堅果棒啊 他吃起來是有點像 啵啵啵啵的味道 但他裡面感覺 比啵啵啵啵的成分還要多很多 他有糙米 黑米 杏仁果 麥芽糖 燕麥 葡萄乾 之類的 所以可能是因為麥芽糖 所以讓他稍微有點黏脂 對 好強喔 而且還有那個很重的葡萄乾味 我是覺得越嚼越香 然後他也可以沾牛奶吃 或是沾優格 或是豆漿啊之類的 然後他這個比較小的話呢 他就是差不多的口味 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 再來吃巧果 巧果他是在送草的時候就有了 因為送草那時候呢 女子啊 變那個是要給另外一半 在七夕的時候 那他們會吃巧果 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手 可以跟巧果一樣巧 所以巧果它有那個 象徵手巧的意思 喔 很香耶 對啊 它很香 因為你打開我就聞到那個 芝麻的味道 然後它看起來的話 有點像古早味餅乾的樣子 而且他是用台南西港名產 你知道什麼嗎 芝麻 好 那我的問題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你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有沒有想要減重 你覺得你自己胖嗎 我覺得自己不胖啊 我一直不想減肥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本身其實大家都知道 顏值不差 像如果我瘦下來的話 很多當時的 正在哄的那些帥哥就沒有 沒有飯吃了 我還蠻想看你瘦下來的樣子 想要看他們沒飯吃的樣子 對酸民的看法 酸民還不錯啊 我覺得酸民是一個好的文化 只是你不要攻擊到 那個人家家人就好了 酸民其實說實在 他也是把自己的看法講出來嘛 要看他是無腦酸 還是有意義的酸啊 如果有意義的話 就比較酸民啦 對啊 有意義的話 就代表他真的是為你好 他想跟你建議 但是有些有意義的是他 例如說 我覺得你這樣不行 你應該要怎樣這樣這樣 這個的話我就是 喔 好 我知道了 還有一種就是 喔 我覺得你的那個燈光 可能稍微要再調亮 喔 那個就是我會改進 排解負能量的方法 嗯 想你 你們同居嗎 沒有 我們沒有同居 因為 因為我每天還是要回彰化 對 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呢 會有三天安排工作 會見面工作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視頻 阿款就會在家裡 剪片呢 或者是放鬆 對這樣子 選另一半最重要的三點 我覺得 善良吧 要很愛小動物 然後孝順 對家人好 幽默吧 好笑一點 啊 六一有嗎 有都有 求生意是很強 最後一個 哪時候要結婚為什麼 這點我來回答好了 可能就是要看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 嗯 然後等到我們兩個真的有一筆 我們覺得很適合的基金 我們再去結婚 不要說我們一結婚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沒有錢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五萬QA的部分 沒錯 那影片最後呢 還是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抽獎的相關消息 但這次不是我們頻道抽 這次是國產雜糧他們會抽獎 抽獎的活動呢 就是你從現在七月份開始到十一月 你每一個月啊 你只要消費一張發票喔 只要一張你就可以登陸他們的網站 不限金額 對 不限金額 例如說你可以去富賣啊 可以去發索肚子 他們有一些是 專門給國產雜糧專區的 你買那種專區的商品 然後你在網路上登陸 就可以參加抽獎 抽獎的好禮呢 真的很多 第一名呢 他可以有四萬多元的水波爐 喔好厲害喔 很厲害 而且他是每個月都抽一次喔 他總共抽五次嘛 代表說他會抽出五台的水波爐 不管你買多少錢啊 你也可以去買個紅豆啊 什麼的就OK了 那你在網路上也可以買 例如說什麼UDN啊 或是其他的網路商城等等的 我們都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祝大家中獎 好 謝謝 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以後看到我們開箱水波爐 那可能就是我們中獎 謝謝大家 我們後面再見了 這麼好運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也希望我們有五萬十萬二十萬的 我們繼續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好 繼續留言喔 繼續留言喔 我們繼續回答喔 謝謝 你喜歡我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